记者01章嘉义报道 嘉义县调查站许姓调查官 昨天晚上到嘉义县东石厢的漂亮宝贝音乐会馆 追查一起公务员疑似喝花酒案 他在停车场查车牌时 却被会馆人员发现 误以为是小偷 大喊抓贼了 里面的酒客冲出来看到徐某后围欧他 徐某赶紧报案 警员到场将欧人酒客带回甄讯 徐某将提告伤害 警方调查许姓调查官到漂亮宝贝音乐会馆 正案中调查公务员疑似花酒案 正在查询车牌时 会馆内少爷发现他行机诡异 误认为是在偷东西 五名酒客以为要抓贼 冲上前去狂殴 造成徐某手臂有多处欲轻 徐某赶紧跑到另一处槟榔汉堡案 警方事后甄讯酒客和少爷们都公称 因为许姓调查官没有穿制服 也没有出示证件 以为是小偷才会动手 漂亮宝贝音乐会馆 今年意外连连 七月时沉浸 男子到音乐会馆找前妻 看到前妻与男性有人喝酒 净奋而亮枪 结果枪支走火激发 把会馆天花板射穿 昨晚又发生许姓调查官被殴打事件 让地方议论纷纷